這個其實證明了 其實是因應市場的規律 譬如你做的生意都知道 每一個行業 或者每一種生意 都會有一個所謂Optimal Size 就是它最大的Size是多少 都是的 譬如你做一間雲吞麵店 做一間竹店 你不是說可以不斷地 不斷地抗大 譬如你賣200碗雲吞麵 但如果你賣到好生意 你賣到4、5、5碗 保持沒有質素 就是這樣說 會有這樣的情況 一樣會做這樣的公公司 可能去到某個階段 就是最理想的 包括每一個人都可以賺到最多的錢 因為你太多的時候 可能又分薄了 現在我覺得我們經歷了這七年的發展 其實發覺是這樣的 就是去到20多個這個Size是比較好 還有有時不是說沒有生意 或者去到40多個 其實我們可以有這麼多的生意 來找到婦女組 不過是真的說可以分開 有不同的兩間公司運作 其實這個是最有效率 大家決定些是最快的 我想是因為太大和生意太好的時候 就有一個管理的問題 是 沒錯 因為你太多人了 40人去開會 一人說一句 我想開幾個小時都開不了 是 沒錯 還有那個之間 就是不多不少 就是說真的 雖然這個不是一個很嚴重的 不是一個所謂的矛盾 但是都是人民內部矛盾 是 做多做少 或者誰可以做一些好做一些的工 都有一些豬頭骨 有些好近一些 之間都可能會引起一些衝突 或者爭執 如果你是太大 就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經歷年紀七年之後 很重要的檢討 或者我們講的一個學習就是 中間怎樣 剛才說了 這麼多人裏面 那種大家實有 對於做哪些工 或者哪些好做哪些不好做 就是很多這些爭執 其實去到經歷了七年之後 其實我們發覺 當然了 那些婦女的磨合 比如二十多人 其實這個磨合 是一個比較最好的尺寸 還有合作社 我猜有一件事就是 大家真的談 很多生意接不接 是一起談 我們做不做 我們做不做一個 或者我們有沒有能力做得到 你由01年到現在09年 中間香港的經濟 都是上上落落 沒錯 最差就到了03年 03年又跌下去 也去過07年最旺的時候 06、07年是很好的 無論最差或最旺的時候 其實對這個合作社的運作 有些甚麼影響 最差的時候其實 我猜有一樣好處 其實最差 我們都怕最差 或者生意 其實大家一起減薪 或者人工一起跌下去 那時候是 但是我們未去到 說真的要放棄 不過那時候 其實很明顯經歷沙士那段時間 其實大家會謹慎一些 或者更加緊張一些 例如怎樣去找到生意 怎樣留住客戶 但是經歷完沙士之後 我們發覺 其實這樣都過得到 其實去到很安心環境 是的 店員覺得這樣 我們仍可以有收入 或者仍未需要說 我們其實有沒有要裁員 不過其實大家要集體 人工減 對 為何你只要集體的商業 減人工 就是商業 人工的大家齊小 可能是50元一個小時 是 生意沒有可能減到40元 或者35元 或者少一些 還有可能做得好一點的服務 譬如怎樣令到 那些客戶會再回來找你 其實經歷過那段時間 可否去到06、07年的時候 當然是有環境更好一點 其實又有更多人來找 不過我估計 因為運作模式已經固定了 所以其實當 譬如上到06、07年的時候 我們的生意又穩定 開始又穩步上揚 不過就學會 剛才都說 人數的控制是一個很重要 怎樣令大家 現在婦女之間 那個無俠得再好一點 或者合作得再好一點 會否就是因為 譬如07年經濟好 之前的人覺得沒有工作 就走馬上 是的 2007年的時候 可能外面很穩 那些人不走 有些人走 即是不在這裏做 這裏找7、8支 我身邊可能找到1萬多 其實其實 其實合作社已經連8年 其實很多人出出日入 我很坦白說 很多婦女 如果真的說 我估計 他們起碼有八、九十個婦女 在裏面 當然穩定的 可能有一班十個 前後的一日加起來 有八、九十個婦女 有八、九十個婦女 但我們後來檢討 我們發覺 都不是壞事 其實有入有出來是好事 譬如你掌握到 有這樣的技能的婦女 譬如他真的覺得 自己找得到更加好的 他便可以離開 或者我們離開後 亦可以給予多些 任務好機會的婦女 譬如從小學角度裏面 一個組織 是好的 是好的 有好處 即是生命周期 即那個適憐症更強 而且我們覺得 應該給予多些機會 不同的婦女 譬如你做了幾個婦女 譬如他覺得能力得的 他應該自己走出去 即他覺得自己可以找到更加多 他便可以自己離開 但我們覺得 這些位置應該可以給予更加多 有需要的婦女 區裏面的婦女 譬如一些新來港婦女 她覺得自己真的 很難找事做進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你叫做踏腳石 或者是一個平台 給他們可以重新掌握一些技能 他的自信 或者信心去做回事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好笑 我看你的組織 因為我自己 以前讀小學 或者同學 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組織 其實有經濟意義 又有社會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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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為什麼呢 首先肯走在一起 首先是為了賺錢 沒錯 這是最基本的 這是最基本的 如果不是因為賺錢 不會走在一起 結果證明這個出爐 是賺到食 聽說最高的時候 每人分到一萬元都試過 有 最差的平均 七八千元一定有 一定有 即是說這份作為一份工作 其實足以和設備其他行業的工 都可以比較 沒錯 但分別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這裏來說 完全典型 雖然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 一個合作的合作形式 又帶有強烈的社會主義性質 因為是大家一起決定的民主參與 所以你不會覺得自己是被人剝削 被老闆剝削 而是說 大家都是老闆 大家一起談 大家一起談 很平均 變成你在做自己的事 所以就算遇到經濟疫境時 都不會出現勞資的矛盾 因為大家一起承擔 大家一起承擔風險 除非說到連最基本都過不了 這樣就沒辦法說 或者是有問題 否則不會是因為經濟差的時候 好似其他公司裏面會出現一個勞資矛盾 有衝突 不會的 大家共同努力去面對外面的疫境 一樣搞 一樣一起 第二就是經濟差的意義 但在社會上或者心理上 都有一個很好的作用 因為為什麼呢 心理寶你初至比那些大部份是新移民 新移民婦女 大家都知道香港其實長期出現這些 自從回歸之後 前後越來越多新移民來香港 出現很多的婦女問題 家庭問題 家庭問題 其中一個原因是人生道不熟 你說沒有歧視是假的 始終跟社會融合不了 有些人是歧視 家庭也沒有什麼 完全沒有所謂社會的社會支援 現在沒有人家的關係 沒有親戚關係 孤零一家人來到香港 經常簽了很多家庭的慘劇 暴力也好 糾紛 或者是自閉 除了一些糾紛 很多人不知如何解決 有什麼不幫助 但通過這個 加入合作社 首先第一解決最基本的 是經濟生活 第二就是通過長年大家合作 多了一群朋友 沒錯 這位很重要的朋友 她是她的社會最強勇的支持 這個社會支援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解決了很多問題 包括家庭糾紛 其實重現了一些 好像以前五六十年代 香港傳統社會裏面 為什麼以前香港這麼窮 都可以捱得過去 而且現在很多人 經常還沒回到五六十年代 我們當時比較 因為其實以前五六十年代 說真的 大家都是這麼窮 但是當時來說 是有一個所謂社區 就是你有街坊 通常聽上一代的人說 說真的 當時一樣是捱得很慘 可能比現在更慘的 嚴格來說 比如有時候跟一些三一代說 你們吃過油鹽飯 還沒聽過 她不知道什麼叫做油鹽飯 油鹽飯就是說 在五六十年代經常都有 就是打風下雨 不要去買菜又這麼貴 打風這些菜又貴 熟食就煲煲飯 然後用油和鹽來拌勻吃 即是跟四十年代的 拌勻一樣 或者我們老闆老闆都是阿佛 你給你吃今天 沒有菜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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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油鹽拌勻 但是以前來說 經常都是向旁邊 借鹽借油 或者 經常都是 街坊 過旁邊 不要緊 坐在一起吃 開箱箱塊 會有這件事 但是現在香港社會沒有了這件事 現在沒有了 現在少了很多 這種模式 其實從某個異常 是重建在社區裏面 重建一種很基本的社會單位 社會社會組織 其實是對整個社會 如果是我們政府經常說的 旺外社會 這是很基本的新的社會細胞 在社會的角度上來說 其實我們看回我們的經驗 其實一班新來港富裕 最初大家都不認識 在十多個時候大家都不認識 不過在經歷這幾年裡面 或者是開頭那幾年 其實雖然大家一起去廠 一起去試 我覺得大家的關係變得好很多 或者大家的支持 因為大部分新來港富裕的小孩很小 每個都是幼稚園 其實當時那些婦女做事 那時大家互相 今天你去做事 那我就幫你看了幾個 你拿上來 可能有幾個婦女去做 三幾個小孩在中心裡 有一個婦女幫忙看著 其他的婦女出去做事 而且回來後 買不及送 另外一位婦女 今天我買了 大家一起去